护制以后启动暴力拉升,全天涨幅锁定2%以上,并且淡随以后量能明显放大,这应该说是近期非常罕见,难得的中阳线,一扫本周前四天的阴霾,并且,从技术上讲,护制完成了一个上升三部曲的标准K线组合。 消息面上看,中午资管新规的消息,是引爆下午整个盘链行行的关键,资管新规执行通知即将出台,公募可投飞标,符合条件的内货及产品可采用贪于成本法,整改部设定性指标。 民保监会正在制定的银行理财希泽,这两千月望落地,最快或将于今月出台,同时央行近期会下发执行通知。 对指导意见中的部分在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做出了明确,翻译一下,政策还是要搞,但是整改不做硬性指标要求,后面这句话大家体会一下,我们只说一句,不做指标要求的要求,还是要求吗? 其实相当于资管新规,暂时要放一放了,资管新规是上半年市场第一轮暴跌的启动点,当时本意是合理的控制杠杆率,但是没想到底下金融机构太讲政治,直接搞成了去杠杆竞赛,三年的目标恨不得半年完成,结果杠杆没降,只输暴跌,而在经历了这么一轮去杠杆之后,这个位置发表出这个言论, 绝不是一个单一的信号,我们近期也在和大家讲,正上面释放的交往过正信号,开始远罚明确,先是央行三千亿镜投放,然后是一千五百亿顶三降准,再适时昨晚保健会,对大中型银行要加大携带投放力度,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, 要知道郭主席这个表态,恰恰和刚好一个月前,他在陆家嘴论坛的讲话大相径庭,当时的说法是,看到6%的收益就要警惕,看到8%就要觉得危险,看到10%的收益就要有损失本性的觉悟。 再到今天,资管新规的重大让步,整体的政策脉络毫无疑问是一脉相承,矫往过正,事实上从上半年连续爆发的P2P和民企资券风波之后,大家发现去杠杆去了半天,杠杆最核心的国企,房企,地方政府几乎毫发无伤,反而最缺钱的中小民企,反而成为了去杠杆的暴风中心, 这个确实颇为尴尬,竞赛事监管和运动事监管的特色,这一次暴露得非常透彻,这一次去杠杆运动的告一段落,很难说谁是最终的胜利者,一方面对于股市和小微企业来说,毫无疑问,运动的结束标志着一个巨大的难过利工被消化掉,很多还没有爆掉的企业可以喘口气,股市在被资管新规,按在地上摩擦了半年之后, 也快速回应了这一例好,并且我们认为有望展开行情,但另外一方面,是杠杆本身并没有错误,错误的在于逐利点和竞赛事监管,天生年软世子的毛病,所以此次从央行到银宝会载到资管新规的去杠杆阿部的表态,是否会再一次错过改革的窗口,这个命题似乎太大,又不是我们能够讨论的范围,总的来说, 酒汉风甘霖,这也不忘我们上周末大海的三大底部信号,大家期待的行情开始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谢谢大家